布了今年度十大违反性权的事件 第一名就是网路分级上路 他们认为压缩言论自由 长期关注性别人权的民间团体 大声疾呼 废除刑法第235条 宣誓成立被235行动联盟 希望可以早日将这项不合时宜 违反性权的法条废除 经书库负责人就是因为贩售难题写真 而被以违反妨害封化罪起诉 不过他要站出来 针对此法的不合理身体视线 你会引起一般人所谓的羞耻感 引起一般人的性欲跟罪恶感 同时也有这个性道德的侵害 那你就确定这个你是犯了刑法235 那各位如果听了我刚刚的那个说法 引起一般人的性欲又羞耻又罪恶 那这个东西其实都非常的抽象 民间团体也票选出 今年度十大违反性权的事件 第一名是网路分级上路违反言论自由 第二名就是警方的下劫专案 取缔诸书店贩售猥亵出版品 还有金银书库事件禁止同志性工作者捐协 李信玉取经生子 保险套列医疗器材 取缔色情大小眼 公布槟榔西施父母名字等 全都名列其中 民间团体希望政府重视性别人权 我们希望政府看见就是说 第一个性权就是人权 他不能只看政治人权 政治人物的人权 他应该看到社会人权 特别是情欲的部分 第二个就是说 在这些情欲人权 我们说的性权被侵害的事件里面 我们已经发现很多是制度性的问题 性别人权团体强调 性权也是人权之一 政府应该重视社会性别的多元化 不要以刻板性别印象 压抑多元性别意识的存在空间 公司新闻林信玉中采访报导 另一方面为了照顾弱势的